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ton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选举初选方面的问题 因为很多朋友呢 初选好像基本上都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选举 大家就等着说 我就蒙足一口劲 我到最后直接夸杀一投票就完了 初选是很多人不太重视的一个选举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在这边跟大家讲说 其实初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我们对于共和党有非常多的无奈 我们常常觉得说共和党好像跟民主党其实是差不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共和党的初选里面 我们没有有力的人 没有有力的 没有坚定的基督徒在里面 初选的时候是你最可以改变你属于的党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党 如果你想要把这个党脱胎换骨 变得更有价值 变得有基督教的价值观 变得有爱情节有礼貌的话 初选是可以改变这一切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选票告诉这个党 说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 所以初选其实是比普选还要重要的 普选基本上我们就是对着党选的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但是初选是真正可以选择 你的党的价值观的时候 所以说各位不要忽略初选 再选这些东西 不要说我们只要选共和党就好了 常常有的时候是两个民主党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 就是因为共和党的人 还有基督徒 还有我们这些普通的选民 初选不重要 我们只要用普选的时候再决定就好了 对而且初选其实是就像你刚才讲的是 通过我们对共和党喊话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在一个区里面 一个职位非常竞争非常激烈了 有的时候可能有十几个候选人一起同时去参选 那这十几个候选人里面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十二个候选人里面有六个人是共和党的话 那其实共和党他会从这六个人里面挑选出一个人来的 是符合他们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方针 比如说他们要是也想要推同性恋 想要推LGBQ 那他们就会选择一个同性恋的共和党人 共和党去支持他们 给他们各种endorsement 给他们资源 给他们钱 把他们推上去 从初选的位置 让他们一直进到最后的这个选举里面 就是让这个人代表这一个地区的共和党 也就是说到最后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到了大选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人很烂 你不想选他 可是你又更不想选民主党的人 所以就是一个很烂的共和党人出来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在初选的时候 你就要在众多的共和党的候选人里面 挑出来一个最能够代表你的人 你要把你的票投给他 让他可以代表你进到最后的决赛里面 你这个时候才能心甘情愿去投你的票 这样也是为了不要把我们自己 逼到最后面的绝路了 因为很多时候真的觉得到最后投票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这个共和党人 他也没有比民主党好到哪里去呀 到最后就是挫子里头拔大个 扒拉来扒拉去 发现没有大个 两个人都是挫子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 在初选的时候就尽我们的力量 尽我们的可能 我们就要在初选的时候 把你喜欢的人 把你支持的人 把他们给送到决赛里面去 好所以这个是初选非常有意义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讲一下初选 如果你还不是选民的话 那你如何要注册成为选民 在初选的时候 我们都要注意哪些的事项 那在初选中呢 大家都知道 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 才会进入到11月的大选 比如说好了 国会议员的候选人 如果某个选区有12个候选人报名的话 那初选投票你就在12个人里面 投票到最后得票最高的 两名候选人 他们可以进到11月的选票当中来 那这12个候选人里面呢 他投票最高的 他这个是不分党派的 他不是说12个候选人里面 民主党最高的 跟共和党最高的 你们一起进到决赛 其实不是的 12个人里面 只要得票是最高的 两个人 非常有可能是两个民主党人呢 是有这样的情况产生的 只要他是前两名 那其他的人就全部都淘汰了 那这两个人就会最终出现在 11月大选的选票上面 让你去选择 那当然的 对于总统来讲的话 选民 各位朋友们 你们要必须注册 成为共和党的选民 你才能投票给共和党的候选人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是无党派 独立党派 或者你是民主党人 你要是想投票给川普 那是不行的 如果你要是想 在大选的时候 投票给川普 那你现在就要赶快去登记选民的网址 一会儿会跟大家讲到 你要在这里 要注册 成为共和党的选民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初选中 投票给他 那在加州呢 登记投票 有几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你必须是美国的公民 你是绿卡 绿卡是不可以投票的 你必须是通过公民考试的 你是美国的公民 你可以投票 第二个就是 你是加州的居民 当然了 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主要是针对在加州的朋友们 所以你要是加州的居民 那第三点呢 你要18岁以上可以投票 第四点就是 你没有因为重罪在州或者联邦的监狱服刑 没有被法庭认定为说你是精神不健全 不能投票 那除了这样的情况之外呢 朋友们是都可以投票的 那如何要来登记投票呢 如果说你上面的这些情况条件全部都符合的话 那请你登陆网站 这个网站我们打在屏幕上面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还有信息栏找到这样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上面还可以选择中文 如果你要是看英文比较困难的话 你只要点到这个链接里面 你就会看到有个中文 你一点整个网页就会变成中文 这样会很方便阅读 那么这个网站上面呢 如果你从来没有注册成为选民 就比如说你是刚刚通过公民考试的一个美国公民 你从来没有注册成为选民的话 你可以点击那个登记投票 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要你提交一系列你的信息 你就是一步一步的按着去操作 问什么答什么要什么填什么 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到最后可以成功的登记投票 如果你已经是注册的选民了 你之前投票你都有投过 那你也可以查询你自己的信息 看一下说你这个地址是不是都对 你的党派是不是都对 如果像我们刚才讲到说 你想要在初选里面 你想投票给川普的话 那你就是在这个里面 你去更改你的党派 如果你是民主党人 你现在要变成共和党人 或者你原来你就是无党派等等 你要加入共和党的话 现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在那个里面 去更改你的党派 非常简单 只要进到这个网址里面 里面很一目了然 非常简单的操作 非常清楚就都在上面 那登记选民呢 至少要在选举日之前的15天登记 那今年的选举日 截止的最后一天是3月5号 所以你要是要登记选民 至少要在选举日之前的15天登记 如果要是过了截止日期 那你就要跑到你所在的县的选举办公室 或者是投票点来完成选民登记 所以大家 很多人我知道有拖延症 包括我自己也是 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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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等到最后 因为这个操作真的没有那么困难 很简单 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一期节目 那么你现在可以就去注册选民 或者你去这个网址查看 说你的选民登记状态是如何 如果呢 你身边要是有一些年长的朋友 说这个网站的操作不是很熟悉 不太会 大家互相帮助一下 这个真的一点也不麻烦 不会浪费你太多的时间 非常的简单 那在2月5号呢 各个的县就会给登记了的选民 寄出邮寄选票 那2024年3月5号 就是投票的最后一天 在这里跟大家讲哈 家中呢 是所有的投票 都会给你寄邮寄选票 大家不要使用邮寄选票 请你自己亲自到现场去投票 如果你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比如说你在投票的问题 或者是注册选民 或者等等 你有任何的疑问 你都可以拨打这样的一个专线 8003392857 这是中文专线 可以直接讲中文 这个是加州州务卿网站上 给大家提供的 关于选民的一个中文热线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过去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敦促你周围的朋友 一定一定要参与初选的投票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很多朋友 很热心的 其实他们都想要参加到 2024的大选当中 大家都说 我有非常喜爱的候选人 我一定要参加 我一定要帮助他们 我一定要支持他们 你要支持他们 就从初选开始 你不要等到说最后大选 如果等到最后大选你就发现说 这个人当时初选都没过 那你怎么可能在最后的大选给他投票呢 所以真的2024的选举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在很多区域里面 你不管是说共和党的力量也好 民主党的力量也好 说实话 其实草根的力量是怎么去维系 是最需要我们去维护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很强的背景 我们所有有的只是人民很强烈的意愿而已 所以你必须要在初选的时候 你就要站出来去支持这些候选人 让他们在初选的时候就赢 这样的才有机会在11月份的大选当中 你继续投票给他们 所以现在非常非常多地方的席位 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那我们的选战也并不是说11月开始投票 11月份就开始打响 其实现在早都已经开始了 帮助你身边的朋友开始登记选民 而且要呼吁你认识的每一个人 让他们一定要参与到初选的投票当中 帮助你身边的你选区的候选人 帮他们去败票 为他们捐款 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可以顺利的通过初选 到最后能够进入最终的决赛 没有错 我们真的不能再继续无奈下去了 太多的人每一次到了选举之后 都会说两党都一样烂 我们每次选择的时候 英文有一句话说 We have to choose the lesser of the two evil 我们只能从两个很烂的人当中 去选一个比较没那么烂的人 对啊就中文就要挫在里头拔大个儿 那我们初选就是一个可以 我们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一个党内初选的 一个情况下 做出我们的选择 让我们的党听见 属于我们的党听见 如果说我们要改变 这个时代的价值观 如果基督徒要把基督教的信仰 还有我们的基督教的价值观 实践的价值观 圣经的价值观 放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 这里不是在讲政治哦 讲着非常平常的一件东西 如果一个候选人 他不支持堕胎 他认为男人是男人 女人是女人 他认为不应该变性小孩 他认为不应该吸毒 他认为说如果有人犯罪的话 打砸抢这种东西 应该要被抓起来 如果这个人认为说 坏人做坏事 必须要被关监狱的话 如果说我们不出来投票给 有这个样子价值观的人 很有可能 共和党就会推出来一个 啊没关系啊 多胎也是可以有一个时间点 在这个地方 小孩变性也是怎么怎么样 其实现在共和党已经在 往这个方向去走 包括加州的共和党 他们内部定的这些候选人 其实是这样子哦 你会看到在好莱坞那个区 我们之前采访过那个人呢 Alex Balaskin 他就是被共和党挑中的一个 同性恋嘛 对 那你说其他有那么多好的候选人 J.Emilio对不对 很好的候选人 共和党不要那样的人啊 这就是他们制定的路线 他们现在就要推出一个什么 所谓的同性恋的共和党人 去做这种事情 他也在往民主党的方向去走啊 对 所以你希望这样的候选人 去代表你吗 或者是在加州里面 什么进到国会里面 有这样一个席位吗 No 一个党派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个党的党派 如果说不讲美国选举的话 我们来讲台湾的选举 很多人认为说 中国国民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怎么会变成 原本中国国民党不是说 什么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吗 各方面的 这是因为国民党的选民 后来觉得说 中国不重要 我们不需要什么 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我们只要在台湾当个岛主就好了 所以国民党 现在的方向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国民党 每天跟民进党在台湾这边争岛主 他们对于中国大陆 还有这个民主在中国 一点报复都没有 美国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样子 共和党也是这个样子 当我们如果说不去监督 我们的政党的时候 我们的政党会为了选票 来去做一些很下三滥的事情 共和党已经没有方向非常久了 共和党已经打压了基督教的 基督徒的这些候选人 非常非常多了 共和党讨厌草根 民主党也讨厌草根 他们觉得草根的力量是党的敌人 他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乖乖的 我们党说什么 我们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每一个在上掌权的人 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初选是什么 初选就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党说 掌控你的党的命运的是我们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如果这个党代表的是基督徒 基督教的价值观 如果是正直的 如果是正义的 如果是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的话 那那个党就必须要推出 这个样子的候选人出来 如果说不在乎初选的话 他们就是会推出来 跟民主党一模一样的人 说你就选啊 为什么 因为这是党内初选之后 民意的代表 如果说我们不要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话 如果说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要改变这个国家的话 要从初选开始 让我们属于我们的党 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政治的目的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对 而且我们通过这样一次机会 我们告诉共和党说 我们不要你推出的 这些建制派的候选人 我们不要他们 我们要的是这个人 我们要的不是那个人 尽管你拿很多的钱去backup他 尽管你给他做很多 我们不要他 我们要的是这个人 你要用你的选票让他去看到 你要让他看到说 不管他花了多少钱去帮助这个人 居然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共和党根本就不打算 而且是要打压的人 他居然得到那么高的票数 你要让他看到说 我们的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 你要让他看到说 并不是说你共和党说什么 我们就 好好好 好啊好啊 结果到了最后大选的时候 给我们自己逼到一个竞技 然后 哎呀这两个候选人都好烂求神 联名我们 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有一个可以自己选择的机会 放手去做吧 多么好的机会啊 朋友们 你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有这样的机会吗 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我连中国还有副主席 我都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从来都没有过的privilege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说 我喜欢这个人 我认同他 我就要投票支持他 这是一个多么棒的机会 你可以选择一个人 让他去代表你 而且大家不要看清我们的地方选举 不要看清国会这个东西 我们不要只把东西放在川普 或者是总统大选身上 宪法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总统是只有执政权的 如果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法律的话 我们其实是要掌控的是立法权 也就是说 我们选出来这些国会议员 不只是国会议员而已 我们的州的议员也是 我们的市长也是 各方面的 我们都必须要亲自的来去监督 他们是代表我们来治理 属于我们的这一块地的 如果说我们不在乎 如果说我们只是觉得说 这选举啊 反正随便填一个人 他们做什么不干我们的事 之后 你的家 你的社区 你的城市 你的州 都会变得不干你的事 因为你把你的权利给了他们 他们没有在为你发声 他们没有在为你工作 他们没有在帮助你守护你的权益的话 你的州 你的家 你的地区 你的城市 会往一个中央集权的方式走 会把所有的权利 全部都丢给行政院 变成总统 为什么Gavin Newsom 我们那天讨论过这个东西 为什么现在 你想想看你的州议会里面 每一个人投票 跟他说 跟Gavin Newsom讲说 你可以有权利制定善恶 你可以有权利去做这个东西 你说谁是受害者 就是受害者 你说谁是压迫者 就是压迫者 他这样的权利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州议会 赐给他的权利 对 州议会的权利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你的手中 你的投票赐给他们的 我们如果有决定权的话 如果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决定权的话 如果我们要 这个国家是一个 有民主制度 有共和 而且法治的情况下 来去掌控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政府 来去监督我们的政府的话 我们就是要参与 我们local的投票 我们州议会的投票 我们国会的投票 美国不是选出来一个国王 治理整个美国的 美国是选出来代表 代表你去跟这个总统说话的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 投票的时候 不要乱投 不要只要旁边写个R 就投下去 OK 不要投 你如果民主党的话 不要旁边写个D 就全部投下去 民主党投票 旁边写个D 他就全部投在那个地方 对 我们不能当这个样子的党 我们要 如果要掌握我们的人生 掌握我们的城市 掌握我们的家庭的话 我们就是要 掌握我们的投票权 各位可以想想看 他们现在 要攻击的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州议会被他们说 父母没有权来去掌控小孩的教育权 那些权利是我们投票丢出去的权利 是因为我们的不在乎才发生的 所以说我们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我们的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夺回这个样子的投票权 公民权 我们才可以变成刚强 而且自由的人 而且维持自己是一个刚强跟自由的人 所以这次初选的投票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仅仅是说扭转我们的国家 还有扭转我们的州 各位住在加州的朋友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受够了 你留在这里的 神给我们有护照 让我们要来继续翻转这片土地 我们要来继续在这片土地上 为正义发声 很多很多身边的朋友 其实真的都已经搬走了 因为如果说你看到 现在这个现实的情况 大家都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在加州继续生活下去 我没有办法再忍受这个地方 给我的孩子 给我的家庭带来的这些迫害 但是这一次是我们可以翻转的 这样一个机会 为什么加州州议会 说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他们可以把 Gavin Newsom的臭脚捧得那么高 就说来吧州长大人 你可以有这样的权利 我们都给你 为什么 因为加州的议会 民主党是super majority 因为他们想干什么都可以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一直在出各种各样 奇奇怪怪的法案 什么你的孩子超过12岁了 政府就可以把你的孩子给夺走 夺走你家长的权利 让你的小孩去变性 让你的小孩去堕台 为什么这么多奇奇怪怪 这么多反人类 反家庭 反上帝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可以在加州通过 没有任何拦阻 为什么 因为民主党在州议会里面 占绝大多数 你如果要是要扭转的话 就是我们扭转的一个机会 但是话说回来 初选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 初选的难度 绝对大于大选的难度 为什么 因为大选都只有两个人 很多的时候 我们到了大选的时候 大家感觉到无奈 为什么 一个民主党人 一个共和党人 你明明知道 这个共和党人不怎么样 你还觉得说 这个共和党人 他就是个rhino 那你选谁 到最后你还是硬着头皮 选这个共和党人吗 为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初选的时候 眼睛更要擦亮了 就像我们刚才讲 其实很多非常热门的选区 一下出来十几个 甚至二十几个候选人 你要怎么在这 二十几个候选人里面 好了 比如说二十几个候选人里 有一半是共和党人 你要怎么清楚的 在这一半的共和党人 里面挑出哪一个 是你要投票的人 这个真的就是 需要大家下功夫了 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也报道过 一选候选人 但是呢 当然了 我们涵盖的范围 非常非常的有限 因为整个加州 实在是太大 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一些人 也就是在一些特定的地区 非常非常有限 大家 这个事真的就是要靠 大家所有人的智慧了 你如果在你的选区里面 请拜托你好 好好的 每一个人 好好仔细的去研究 千万千万千万 不要浪费你手中的选票 千万千万千万 不要因为听别人说 或者是你在哪一个群组里 看到说 这个人 他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候选人 你要自己去研究 因为大家的标准 或者是理解 不见得都是一样的 有的人会考虑的全面一些 有的人会考虑的 当然没有那么全面 你要用你的方式 你要去看 你要看这个人 他是不是真真正正的 按照神的旨意 还有标准去做事的人 这个人是不是真真正正的 一个基督徒的保守派的候选人 如果是的话 你的票不要浪费 要投给这样的人 你的票不要投给 共和党推出的建制派 不要投给他们 你要自己 好好的在众多的候选人里面 好好的去研究 好好的去投票 所以我们能够在整个加州地区 其实能够帮助到大家的 非常非常有限 我们能给大家提到的 这样的一个信息 是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在这个方面 是需要大家可以凝结起来智慧 凝结起来力量 去你身边的社区里面 跟你教会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找到一个 真真正正的这样的候选人 很多人被神呼召出来 他根本就不知道要干嘛 真的是这个样子 被神呼召出来 你说他心里有底吗 神说你去 好我去 可是很多人心里还是在打鼓 我又没有钱 我又不能上班 我又不能工作 我就是为了回应神的呼召 我要去做这个事情 可是很多人又瞧不起我 我又没有钱 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我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 去到处去介绍自己 找这样的机会 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的选票 你的支持 每一个人呢 真的就是一点小小的 会给他们带来 很大很大的鼓励 所以不要让这些 真的回应神呼召的人 感觉到受到冷漠 或者受到冷带 你可以去好好的支持他们 去帮助他们 所以在这个礼拜六 1月13号上午10点钟 到下午4点钟 如果大家你是住在南加州 我欢迎你来到南加州的 Pasadena 在这里将有一场 Freedom Fest的聚会 那么在这个聚会当中 会讨论到有话题 会有非常棒的讲员 来跟我们大家 一起来讨论几个话题 有关于选举诚信的 十个重点 还有川普竞选背后的远见 以及深层政府的掠夺者 最最关键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 就是在这里 会有要代表你的人 你可以跟他们见到面 就是You First Team 那这个team叫什么呢 叫上帝至上人民为先 这样的一个竞选团队的候选人 会一起来分享 那在这里呢 有加州38选区 国会议员的候选人 勤政国Eric Ching 还有加州议会 64区 众员的候选人 Raul Ortiz 加州议会 56区的众员候选人 Jessica Martinez 还有加州议会 41区的众员候选人 Michelle Martinez 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在节目里面 也都有采访过他们 在上一次的选举中 我们也有采访过他们 非常非常棒的基督徒 非常非常棒的候选人们 他们希望跟你们见面 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观众 只要你在他的选区里 你住在南加州 你们都应该要认识他们 你们都应该要知道 谁要代表你 去到加州的议会里 去到加州的国会里 我们可以一起来互相支持嘛 那当然呢 AI News在那天 我们三个人 我们也会在那边现场 在做义工 所以鼓励大家 如果你要是住在南加州 如果你看到这个时代的堕落 如果你看到你身边的邻舍 一个一个的搬离加州 拜托 为了神 为了你的家庭 为了你的孩子 我们邀请你一起参与到 今年的选举当中来 所以欢迎13号 礼拜六来到现场 来认识这一些 要代表你去到国会 还有去到加州议会的 爱神的基督徒的候选人 而且加入他们的竞选团队 跟他们一同争战得胜 还有我们在访问 这么多候选人的过程当中 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Christians don't vote YouTube不出来投票 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这个 当成他们输掉选举的理由 我们这一次 基督徒们 我们不要给这些候选人 这么软弱的候选人 在这边找理由出来说 Christians don't vote 这个候选人 不要给他们 有这个样子的机会 就在初选的时候 我们要投给一个真正刚强的基督徒 我们要投给 为了我们奋战的基督徒 我们这一次 基督徒们 不要一直靠着懒人包 听自的去认识这些候选人 你是美国人 你是美国公民 你有这个义务 他们是代表你的 这个是你的国家 你需要出来奋斗 你需要站出来 影响你的灵社 影响你的教会 你需要影响你的牧师 让你的牧师站出来 你需要影响在上掌权的 我们不能一直待在教会里面 觉得说天哪 耶稣快来吧 我们烂掉了 而是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建造神的国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个是我们的义务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这一次真的是鼓励大家 亲自的参与到选举里面 亲自的翻转你的社区 亲自的翻转你的时代 亲自的在你的家庭当中 做一个榜样给你的儿女看 说这个社区是属于我的 不许任何的人 滥用我手中的选票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到 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身边还有很多教会的朋友 一直从来都没有投票 没有行使过美国公民的权利 也没有行使神赐给我们的权柄 让我们治理这地的 这样的一个责任 欢迎你告诉他们 让他们可以这一次变得不一样 让他们可以这一次 现在就参与到行动当中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你有任何想要讨论的话题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丹 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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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